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风水书任务,我是李行,哎呀,一开始你们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美景,我相信哦,如果说线上的朋友,你们有在开始挑房子,或者是在未来想要有一个自己舒服的窝的话,这么漂亮的美景都想要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每天回到家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景色,对不对? 那也当然,今天我们来到这新北市的中和区,我们的屋主呢,当初也是看到这一片美景,他就觉得说,哇,这片美景我要定了,可是呢,在除了外面的美景之外,屋内发生了一些他觉得心里面非常有挂碍的地方,他迟时不知道这间房子应不应该要下手,所以呢,他请李行来帮他做房子的鉴定,好,那么这个房子 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呢?其实在里面啊,他在出现了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个屋内的煞气,叫做压梁,压梁有很多啊,什么梁压大门啊,什么穿心梁啊,什么梁压床啊,对不对?这种梁的名字很多很多,可是我刚才也说了,哎,你们想一想,在新北市我要找个这么棒的一个景色,你有的时候,你有钱不见得买得到,难道我就要因为这个压梁的问题, 我把这么好的景色给放弃掉吗?我必须说,压梁并不恐怖,关键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用很自然的方式来化解它,这些内容都会在今天的节目提供给各位,所以帮老师把节目分享出去,好吗?好的,那我们就进来看一看,这么好的一个房子,除了它外部有好的景色之外,那它内部的格局,那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哦, 其实,进来哦,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氛围,因为我常说,我们房子最基本的要求,干净,整洁,明亮,所以你看,在这边,这里是我们屋主的餐桌,然后这里是中间的走道,或者我们叫做房子的廊道,所以一路这样子过来,非常的简单,它运用了大片的木地板,非常的现代,简约典雅,包括连客厅的这一块, 你看,没有太多的东西,沙发就是沙发,桌子就是桌子,简简单单非常的棒,完全符合了干净,整洁明亮的一个需求,包括你看,大门进来之后,哇,这么大一片玄关,看到这个房子,不要说线上的各位了,光是我看到,我都觉得心动,更何况,刚刚一开始,就有这么棒的一个景色,是不是? 就是,好,其实,不仅我这样想,我们的屋主也这样想,可是刚刚我们在进来的过程,眼尖的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哎呀,老师啊,这个屋子,哎,干净是干净,明亮是明亮,景色真的很漂亮,可是啊,它的凉,哎,真的不少了,比方说,你看,像我这里就有一个凉,标准一个凉,对不对? 这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凉压大门,哎呦,凉压大门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门,是我们人最主要的进出口,那大门呢,在以前,大家代表就是我们男主人,我要招待客人进来,所要经过的第一个气口,所以如果说我的这个大门上面有凉压的话,对于男主人,或者家里面经济主要来源,这哎呀,肩膀肩负的责任跟压力非常非常大,自然而然, 在外的事业运啊,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压抑,对不对?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哇,你看这里,哇,这上面,对不对?这一条,我们这个,这一条,我们看到,从这里,客厅一路穿穿穿穿穿穿穿,穿过这里中间的廊道,再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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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再直接穿到后面,这个是标准的穿新凉啊,那当然穿新凉,很多朋友都已经耳松能详了嘛,说什么这个穿新凉,叫做对星光啊,说什么家里面, 会容易怎么学光啊,或是会容易有这个很饿玩的事情啊,那做生意,往往总差那么临门一脚,哎,所以啊,还有还有,我们来看,你看电视这里,哇,这里,这个横梁,从玄关这里,一路延伸过来,到客厅的电视柜,哇,这一条横梁,哇,好,家里面,只要横梁多, 我们一般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啊,家里面,这个人啊,健康啊,事业啊,财运啊,因缘啊,感情啊,反正运势没有一样会好的,通通都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影响,哎,可是,到底,什么样子的粮,才会真正的对我们人产生影响,什么样子的粮, 其实,我们通过很自然的装潢,或者是美化,或者是灯光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解决了,都会在今天的直播告诉各位,好不好,好,首先呢,刚刚讲到了,到底什么粮,会对人产生影响,我先说,我们现代的这个粮,现在这个粮,跟以前,我们古代的大粮,已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现在的粮,因为它大部分都叫做结构粮, 粮,之所以称作结构粮,代表它跟我们整个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结构力学有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啊,用尽白话讲,它不会随随便便就倒下来,既然它不会随随便便便就倒下来,其实对于我们在刻板印象当中,这个粮啊,可能会产生这个安全性的影响,它其实是不存在的,那,第二个,就是粮,要对于人产生影响,一个先决条件,粮必须要长时间压在我们人的身体上, 举例而言,我们请Ricky哥往后退,好,我这里有一条很大的粮,对不对,这条大粮,假设,假设我的床,假设我的床就在这粮的正下方,我每天睡觉躺在这个粮的下面,粮压到我的头,的确,可能在脑神经,睡眠,头痛,会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我的粮压到我的腹部, 那可能对于女生的妇科,男生的泌尿系统,或者是肠胃,会有不好的影响,那如果说,我的这个粮,是压在我的这个脚的话,对于老人家,可能关节会有影响, 还有第二个情况,如果说这里是一个书桌,一个办公桌,然后我长时间坐在这边办公,或者孩子长时间坐在这里看书,结果我的头上就是一个大粮,往下压的话,那的确,在办公啦,读书啦,思考啦,工作的效率跟绩效上面,绝对会大打折扣, 因为这个粮它所产生的压迫感跟磁场,它会对我们人的思考,还有脑波产生压抑的作用,通常在一个家里面,会长时间让粮压到的,就只有这两个情况,当然啦,如果还真的要讲,那我们也会说,我们不喜欢粮在沙发上面,因为沙发我可能一天有固定某个时段,可能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会坐在沙发看电视,那我这个粮压到沙发,我在沙发会容易 坐不住,那第二个呢,那可能餐厅,如果说家里面的人习惯在餐桌上一起吃饭,上面有个粮的话,感觉大家吃饭了,情绪也会比较紧张,会比较压一点,那除此之外,只要这个粮它不是长时间压到我们人身体的,其实这个粮对于我们家里面,甚至是家人它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好啦,那我们第一个条件 已经列出来了,粮不要长时间压到人,那么第二个,那么到底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说家里面不要有大粮,会有压迫感,会对人的精神,人的工作,包括人际关心产生压力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粮产生的压迫感是视觉造成的,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粮压大门,来 首先,粮产生的压迫感来自于两部分,第一个来自于阴影 你会看哦,这个所有的粮,它在这个地块,它一定是没有光线照明的,没有光线照明 它就会产生阴影,这个阴影就会在视觉上产生一个往下压的压迫感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常说,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我们就从问题的根源开始解决 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屋主在这边架了一个灯 那这个灯的用途是什么呢?这个灯的用途主要就是 我的光源由这里由下往上打,当然我必须讲 正常来说,我会比较建议这里放一个立灯 特别是这种暖白光的立灯,说变就变,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我这样子往上照,各位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状态跟这个状态,你会发现当我这两边的颜色都 或是亮度都相同的时候,我这个梁的压迫感 视觉上的压迫感,它就会被淡化掉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家里面现在有压梁困扰的朋友 不管是房间也好,大门也好,你们可以做的一个方式 不妨就在进门的旁边或是玄关的位置 你们可以加一个立灯由下往上打 或者是说,你们在装潢的时候请设计师下一个闭灯 这个闭灯光线呢,我的建议也是由下往上打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视觉上压梁的压迫感给淡化掉了 好,那视觉的压迫感解决掉之后呢 那第二个可能会产生的压迫感是因为高度 我们常在说,我们都不喜欢家里面这个天花板太低 因为天花板太低哦,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压迫 再来它压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气流的关系 那什么叫做低哦?来,我去小方说把测距仪拿给我好不好?好的 那以这个,以这个凉鸭蛋呢,其实它构成了一个视觉上的压迫感之外 它的高度的确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哦 如果呢,我们透过测距仪测量出来 它的高度,哎呦,非常低哦 它只有2米1,2米1 好,如果说我把这个高度我要让它量化的话 好,其实当这个量的高度如果低于2米5 它就构成实质上的这个,呃,我们的这个高度过低 的确会让人产生压迫感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大部分的量 我必须讲哦,现代的建筑物,你要没有量 这是没可能的事情 而且大部分都是结构量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装潢加上灯光 我们去把它化解掉啊 首先你看,它是一个量 它有阴影,它有压迫感,没有错哦 但是因为这个量不会长时间压到我们的人 所以它对家人实质的影响其实很小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能够把玄关 哦,我把玄关的灯光做亮 以这边而言的话哦 他这里呢,就是做了一个内坎的结构 哦,之前在直播,一再跟各位同学来分享 哦,这个玄关做了内坎的结构的话 中间打亮,其实它就构成了一个天池的格局 那你会发现哦,当我的人从门进来之后 我的门这样进来之后 只要这里空间够亮 我的视线 我这个风非常的 好,我的人的视线 我就被吸引到这个玄关这里 那这样子,其实我就会忽略掉 量压大门这个大量 对我们人实际产生的影响 我再次说明,能够这样做一个先决条件 量没有长时间压到我们的人 我们才能够这样做 好,那同样一个做法,我们来看 你看这里,刚刚有想到这里有一个 团形梁 哇,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梁虽然多 但是呢,其实我们如何叫做化凶为吉 哎,我们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梁 因为这个梁,你看它呈现一个景字形的排列 所以你看它把客厅 还有中间的这个廊道 还有这里也是一个大梁哦 然后呢,再把这边餐厅的位置 它分成一个景字形的方形区块 这个时候呢,我就来当时请设计师 把中间这里,中间这个廊道 务必要打亮 因为当它打亮的时候,我就觉得 中间我这一块 它是一个独立,而且是明亮的空间 好,通过廊道之后 哇,这又是一个大梁 照理来说,一般的朋友 看到中间这个大梁 就会开始打退堂鼓了 就会觉得说,哇 中宫的地方有一个大梁,那还得了 对不对 可是,我反而建议他 哎,你不妨把这个大梁 当作是你中间廊道 还有你餐厅的一个间隔 但是一个先决条件,我刚说了 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让天花板是亮的 我们如果从路易吉克这个角度 往这边看的话 各位,你们的视线会停留在哪边 大部分人的视觉的一个惯性 会往光亮的地方看 所以我直接通常会直落到哪里 落到这个区块 你看,当我过来之后 我的高度瞬间往上提升 其实这一块又构成了一个天然聚气的磁场 所以那这样子我们就标准的已经化胸为奇 我们不仅运用他先天这个梁 帮我们把空间给区分出来 而且我们还大量运用的天然的这个光线 要用暖白光 利用暖白光 我把每个区域 这个叫做层次分明 格局清晰 之前我们常用可能地毯 地殿 或者一些隔间 或者是中岛 做这个区分 可是这一集的直播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如何运用现有的梁 加上灯光 我们把这个空间全部给区分开来 帮老师把直播分享出去 好不好 所以其实我再次重申今天 我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 梁并不可怕 梁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房子 就是病入高荒没有救 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装潢 透过灯光 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可以打造一个 哎呀 先天充沛能量的风水格局 好了 那梁讲完了之后 那再接下来 我们再进来 从一进门到现在 你会发现 他整体的木地板 对木地板 然后呢包括这个餐桌 然后你看这里整体的 所有的配置 都是大量使用木头材质 对不对 包括连这个门 当初在这个门在设计的时候 他这个我们屋主很纠结啊 他说我老师 我这个门到底要不要换掉 因为他 他喜欢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门 我跟他说不要换 因为你坐向的关系 你的坐向就是属于木器宅 那木器宅的话 你大量使用这个木子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旺器 我两个 木跟木相 这个相旺嘛 对不对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一块呢 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 哇 来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 好的位置 包括财位啦 或者是现在我在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我们屋主的名利双收位 好的 我们在财位喜欢放皮胸 喜欢放什么什么一些金豆 好 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喜欢放聚宝盆 可是呢 我们大家 大部分 对聚宝盆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啊 就是土色的咯 土色上面写聚宝盆三个大字咯 再半就是 红色的咯 那红色那可能就是像传统那样子 感觉有点怂怂的 也是写聚宝盆三个大字咯 可是我不信心说 红色跟土色或者是黄色聚宝盆没有错 可是针对这个屋主 因为 从他的房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生活要求的很简单 很简约 你不要给我 我喜欢风水 我也相信风水 但是你不要用的太传统的布局方式 那所以我在他的名利双收位后面 名那代表 当然就是以文昌主为主 因为我们的屋主他会觉得说 我希望看上去要有生气 但是我不要太传统的布局 可以 没问题 我们就用盆栽 反正中国老祖先自古以来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以前的我们的老祖先 像我们那么幸福 有什么皮修 以前的皮修只有皇帝 或者是宫庙 或者是这种很大的这种陵墓 可以用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以前老祖先喜欢用盆栽 或是用字化 那我就跟他说 可以啊 那我们就换盆栽 那除此之外 我再帮他加了一个 刚刚讲到的聚宝盆 而且这个聚宝盆 跟我们一般 刻板印象当中的 红色跟黄色完全不一样 他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蓝色的聚宝盆 哦 来 好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选聚宝盆 有很多种方向 第一个我们要选材质 那材质的话 当然我比较诚心的建议 能够用陶瓷的那是最好 然后在第二个方向 我们可以选什么呢 我们可以选颜色 那当然黄色和红色 是中国自古以来 两大吉祥色 那选这两个颜色 最安全 因为你怎么选 都不会错 只要是这种吉祥色的 他放任何做相的柴尾 他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关键是 我刚有说了 依照屋主的需求 他对美感的这个要求 他就是不喜欢这种红色跟黄色 配合他的作相 我给他设定的这个蓝色 第三个选的方向 是有盖还是没有盖 那大部分的聚宝盆 都是没有盖的 就是我回家就把 把这个零钱丢到聚宝盆里面 这叫什么 这叫土来生金 因为钱代表金 这样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们忽略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这个钱 来讲真的是世界上 排名前三位最脏的东西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那个聚宝盆 聚宝 宝的这个字 我说文解字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是它最珍贵 那是好的财气 好的旺气 那你这个随便口袋 你一抓的丢进去 那字而来里面气就灼了嘛 除此之外 聚宝盆有盖 通常会在里面做正法 那因为已经盖起来了 那里面正法 那我就不把它打开了 所以呢 聚宝盆在这里简单 做三个介绍 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材质 针对颜色 有盖没盖 完全依照朋友的这个坐项 包括这个聚宝盆的任务属性 会有所区别 所以聚宝盆在挑选上 也是有讲究的 好的 好那然后呢 我 除了这个蓝色的聚宝盆 我们发现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是房子的中宫 那刚刚有说过了 这个坐项 它是木器宅 那通常我们在做风水布局的时候 啊 我们喜欢讲究生器 生器 生器 它主管很多 生财 生官 还有这生宝宝 对不对 生感情 生姻缘 全部都是生器在管 那当然 对于房子的中宫 如果我们要让他能够把这个器 给生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在对于求 刚刚讲的这些种种的运势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木器宅 要用什么来生 各位告诉我 水 对 用水来生 所以呢 当初我在他的中宫 哎 我偷偷的给他放了另外一个聚宝盆 那这个聚宝盆 跟刚刚那个聚宝盆有什么不一样呢 哎 有两个地方不一样咯 第一个 我们先看这个聚宝盆 它是没有盖子的 啊 它是没有盖子的 好 再来第二个聚宝盆 再来这聚宝盆里面呢 它是 它是有装什么 它是有装水的 它是有装水的 好 那其实在这样子做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其实我是要利用聚宝盆 它的这个 里面的水器 那水器自然而然的把这个 正法的水给带起来之后 它就能够透过中宫散发到 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哎呀 就能够达到中宫水来生木 那一个生气的能量跟效果 哦 好的 所以你看了光是聚宝盆 我们就有很多种挑选方法 你看连这边我也放了一个聚宝盆 那因为只要是盖子盖起来的 里面都已经有暗藏的正法 而且正法 为什么要盖起来 第一个我不要让灰尘掉进去 第二个就是正法做好的时候 我要把它封印 它都已经固定住封印起来 封印起来之后呢 那它的能量就会被封印在这个聚宝盆里面 它就像是一个 我们相当于招财或者是生气的一个充电宝 像我这个充电宝 它里面富含了充沛的能量 它就不一定非得要每年去续气 除非你不小心动到它 除非你不小心这个盖子拿起来 它里面的气可能会泄掉 那就要重新再来一遍 好的 那我们再次享受一下这外面的这个美景 刚刚我们一开始是在后阳台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叫做前阳台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 如果说你们 好 好 OK 这个有的时候 我怕Ricky哥太无聊 所以我让他稍微微笑一下 好啦 就是 不管后阳台也好 青阳台也好 你会发现其实 我们这样看出去 它有大 非常大片的绿化 有大片这种木的一个元素 从外面透进来 那像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绿意 包括大自然的生气 其实它的能量是源源不绝 而且是最充沛的 那可是呢 你说前阳台 通常前阳台我们都会希望 再看上去 能够越干净越好 可是偏偏喔 我觉得没有一百分的房子 包括美景也是一样 有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美景都会有一些小缺陷 那你看外面 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两根电线杆在这边 在这边 好 那这个电线杆 在阳宅风水俗称外溜市 我们不太喜欢在 房子的外面有所谓的外溜市 比方说像是电线杆啦 烟囱啦 桥梁啦 尖塔啦 这些我们都不太喜欢 因为可能是因为 会因为流年引动的关系 那可能对于房子里面的人 健康啦 感情啦 或者是这个安全性 会产生一些影响 可是我必须讲 外溜判别的方式 我讲过很多遍 一个高度 一个距离 那以外面的这个电线杆呢 因为它距离我们屋主的房子 的距离其实非常非常的远 那所以它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但是为了避免 可能会有残留的这个小状况出生 那所以我就在这边 我特地给我们的屋主 布了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太极风铃 五行的太极风铃 那其实它从风铃的这个颜色 它从上面是木 火 土 金 水 透过这个五行相生 能够化煞的一个原理 再搭配上它本身 24小时缓慢的这个转动 它就能够把我们外部 这个叫做电线杆外溜室 但是对屋内可能会造成残余的影响 百分之百给化解掉 那那么你看摆这个风铃 其实我刚刚不特别讲 包括我们的Ritchie哥 可能都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防止装潢或者说设计的一环 并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它好像跟我们的风水化煞 有任何的一个关联性 这个就是我常常跟各位朋友分享的 也是我最倡导的叫做引风水 生活就是风水 风水就藏在生活里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能力 我们也能够运用生活的一些元素 达到我们开运或者是化煞的一个需求 关键在于各位 你们想到了没有 风水出任务 我们下周见 拜拜